好 好 那這個鐵數團有的是 跟這個瓶琴方向就是這樣 那有的是這一個面向 所以你要做哪個方向 不是很重要 因為都有 每一個方向都有人做 那既然我們拿到的圖是這個方向 我們就跟著做這個方向 先做出來 再來蓋 那因為上面是圓弧形 不用自己調啦 直接這個選起來做Fillit切到底 那中間做焊點 那就會形成這樣的結構 然後因為我們只是要一個 這樣的造型的圓柱體 所以打開Rendeling 好 那這邊都開啟 Mable這裡都開啟 那 這裡再降低一點 應該只需要 這樣就夠 好 那邊數呢 大概五邊就可以 就這樣子就其實差不多了 如果你覺得邊數要多一點 就到六邊形 不過應該是不需要到那樣 然後 然後 另外要檢查的是五邊形的方向 因為這裡可以轉動 等一下 到這來看 這可以轉動這個 所以剛剛這個平跟這樣 其實不太圓 最好是把它轉到這個方向來 好 這樣至少在這個角度看的時候 它還是比較圓的物件 那粗細 可以適度的調 粗一點 那這樣子的結構 就可以使用 好 好 那這還是線 所以還要 右鍵 converter party 好 那轉party以後不要忘記一件事 那個底下 有兩個面 這不要 這正下方這裡 的不要 還要記得刪掉 那就可以翻過來了 好 好 OK 那看看要搬到哪裡 這裡好了 大概這裡 嗯 一個在這邊 好 那是不是要馬上搬一個 不用 為什麼不要 拆完UV 畫完貼圖 然後模型整合起來 再一起搬 不要 你不要現在急著就 把它 做 複製一份 因為你複製一份 你就會變成有兩個物件要拆UV 好 所以只要留一個 你只要自己記得這邊還有一個 等到做完以後 貼圖上完再做 轉 過來轉這個部分 好 OK 那這個東西是一個很簡單的小物件 然後現在就可以做整體的 等一下一起拆UV 那順便呢 呃 模型做模型的習慣 任何單一物件請你把它放在 世界最坐標的 中心點 好 所以 打開Editor Transform to a box 這個面板 好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物件 現在我要把這PBOT移到它正下方 就是X的Center X軸 Center 好 應該就是說按 呃這個介面上它有點問題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它顯示上就是不會更新 就是 你要先寫到Center 按X 那它就會放在X 中心 那我要放在底 Y的MINIMA 所以選一下MINIMA 按Y 就會下去下面 欸 沒看到 沒出來 再來一次 它到底跑哪去了 喔 不是這個 方向Z才對 呃 YR回到Center 選Center 按Y回到Center 然後 MINIMA 按Z 好 就 呃 這應該是它顯示上的BUG 好 那 XYZ呢 是看 這個 世界坐標 XYZ的位置看世界坐標 那我現在位置校正好了 在 XY在 中心 X在中心 Y在中心 Z在MINIMA 最底下 所以這個物件這樣子 這個R 就是Reset XFOAM 好 那其實通常我們如果要做Reset XFOAM 大概不需要做後的或 如果你以後不想看到這個視窗 這個打勾 好 以後只要直接按 它就做Reset XFOAM 好 那為什麼要從這個視窗做 一個是它比較好校正這個以外 另外一個是 如果你從這裡 按Reset XFOAM 回來以後你會看到模型上掛一個XFOAM 那還要在右鍵 Conversion Party 那這邊呢 這個按鈕是一次幫你做完 好 就是Editor Transform Toolbox裡面這個功能 好 那 現在要把這個物件搬到 世界坐標 所以Object 這個是對Pivot 這個是對Object 所以你只要對好以後 按Object 按Center 它就會跑到世界坐標的原心去 好 那這樣子 這個檔案就 模型檔案就可以存檔了 就定位了 嗯 嗯 BETA 好 好 那我自己的工作習慣 我會0102 0304一直往下存 然後 最後的話就可能是07END 好 表示做完了 好 那這樣的好處是 我中間如果有 比如說要從某個階段開始修改 或從哪個地方 嗯 做壞了 那我都還有機會可以回覆 做壞了 真的 過 可以 也 不是